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是很想 陈柏林 她现在是很多女孩梦想的大人哥 除了大人哥 我们还知道她些什么呢 知道她十年前十八岁的时候 拍了第一部电影《蓝色大门》吗 知道在十年前 她出了一本厚达四百页的书吗 看过十年前 她刚出道的模样吗 这里头没有穿衣服 外头只照着一件黑色风衣 走在沙滩上面的男孩 就是陈柏林 当年她有个外号叫做小精尘武 她说当初企划人员 原本规划要到纽西兰去抱绵羊 拍那种帅帅的沙龙写真 但是她立刻拒绝了 因为她不要拍那种 不像自己的照片 于是乎她带着同人 就到家里头附近的巷子绕绕绕 接着她看到了路上 有一个标志双向的指标 就说要在这里拍张照片 她说这张图的意义是抉择 而事实上当年十八岁 她也的确面临到人生的抉择 最后她决定一个人 到香港 到日本去发展 当时她一句广东话 一句日语都不会 在海外默默打拼了十年 两年前回台湾拍了红像剧 很多人那个时候还以为 而香港人呢 大人哥十年的打拼路 来看我们的报告 所以我让自己那么喜欢你 这样也就不忍心和我分离 你又掉进了明明很爱 嘴上却说我可能不会爱你的剧情里 你是否又想起了那些年 追过你的李大人呢 好美好的那个你 大家都会说我好想要有一个李大人 对他就是一个向往嘛 然后只是臭巧的那个注册商标 会弄在这个脸上面 然后大家就觉得我好像是那个人 这样子 可不可以让我做你的朋友 但不只是朋友 可不可以让我喜欢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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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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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 陈柏林还不知道 未来会有人叫他大人哥 那个时候他被剧本赋予的名字是 张世豪 张世豪 不很棒 不个人 给霸争的名字 例如 successor TECHAN 我那时候是高中 BEL 要考大学évisch 我很 cannons 我陈柏林 陈柏陈 胖林 发挥 没有 看 两�� 黄 对不起 就覺得OK 那我們去試試看 我覺得張士豪聽些說 請用對其他事 就我高中那個 就很流行那種校園明星年嘛 對 然後就跑到我們學校來拍 後來就找到他 然後他說是說他長得像金城武 那個年代就是金城武就很紅 然後他就是有代言 他就拍一個拉麵的廣告 有一次他去合作社就去買 買午餐幹嘛 然後就被學長吐槽 我說你幹嘛買水餃 金城武就買拉麵啊 農媒大演被形容成是小金城 剛出道就受到矚目 第一次演電影《藍四大門》 他就演男主角張士豪 練上桂倫美所飾演的孟克柔 但孟克柔卻不愛男生 導演一直演藉由陳柏林 單純追愛的陽光 對照少女貴倫美的煩惱 如果你十七歲 你想的只是能不能上大學 不再是處男 要不要可以一直線的話 你該是怎麼幸福的小朋友啊 因為《藍色大門》發生了好多事情 對 甚至去香港發展 也是很多的製作人看到的《藍色大門》 就請我去拍一個香港電影 然後就是《藍色大門》打開了我電影門這樣子 但2002年台灣國編市場可不如今日 電影最蓬勃的市場不在台灣 那一年陳柏林他十九歲 他背起了行囊 一個人飛到了香港去 在這裡大家很期待啊 補索了 就是這對公溫廢紙吹風機 大家看看亮針不針 基本上那邊只有 我跟我那時候的助手 兩個台灣人 其他全部都是香港人 大家看看這個吸盤怪獎 連連大橋 大車大船 仔靠牆 首先 沒有分針 然後蓋高 用手 大力 右 轉 那時候剛到香港的時候 他就不會講東東話嘛 但是需要演香港電影 然後他一開始他這個 他那劇本他就硬背 那你知道香港劇本他們很喜歡 他們到了現場 然後要開始拍的時候 導演說來 劇本去不改 然後就 這整個就崩潰了 以前我也沒有覺得他英文特別好 大概就是中等 可是我看他現在英文啊 日文 廣東話都呱呱叫 我就說那你怎麼那麼厲害 什麼事啊 水彩 你倆我今晚不用吃油飯吃啊 快點啊 沒吃 你不呢 不吃喔 都開場了 沒女主角怎麼回答 你不會講廣東話 那劇組這樣會跟他們說你小話 你都不知道 對啊 雖然你感受到那個氣氛 但你卻不知道他們說什麼 你也沒有辦法去跟他去reply什麼東西 我覺得這個就是 就很 心裡會不好受啦 一開始因為語言的不同 我更學會了觀察 因為我一開始我聽不懂他們說什麼 我只能用觀察來觀察到 他們想要表達什麼 所以 我非常 我覺得我學到了很多觀察 我那時候去日本完全不知道怎麼買東西 然後我就會看那個人他拿了一罐飲料走到那裡 然後怎麼樣跟那個電影人說 然後電影人跟他說什麼 我就模仿他拿一樣的 我就去學一次 就模仿一遍 那你就會了 他說很好玩 就是他如果進入那個角色 他只要把那個邏輯架構大概記起來 他說他都不用去聽那些台詞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做很多事情 他是很有他自己的觀察 那些聽不懂的耳語 卻看得懂的眼神 都是激勵自己的勇氣 在海外打拼將近十年 陳柏林拍過了快三十部的電影 十多部的電視劇 算是一張漂亮的成績單吧 第兩年前我開始回台灣開始工作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陳柏林是誰啊 陳柏林 而且 甚至很多時候我到內地 或我回台灣 也有人問我說 欸 你不是香港人嗎 對 因為他們看我很多香港電影 來查查維基百科會發現 十年來陳柏林 年年都有新作 步步都跟大咖合作 但陳柏林有點意外的是 少小離家十年回 一鄉人各個相見就相識 反倒是故鄉人 卻笑問客從何處來呢 我說不是啊 我有拍過藍絲大門嗎 是什麼 就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 我是覺得 蠻有感觸的 就是你一離開久 其實大家真的就不知道你是誰 你知道十年前 陳柏林出過一本厚打四百頁 輕筆寫的書嗎 還是你對於陳柏林的印象 只是十年後的李大仁呢 為什麼你說 你不可能愛上我 我才沒有難過 你不要誤會喔 我是不可能愛上一次那種女生 怎麼說 爆紅這次我覺得 對啊 不再是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很多電影 比如說 我之前的觀音山的電影 其實在東京影展也得到很多獎 在內地票房是非常非常好 可是台灣觀眾就沒有辦法 看到這部電影 然後也始終不知道 陳柏林到底在幹嘛 然後我知道如果 可能沒有這個電視訊裡面 也不會來訪問我 也不會來討論我 可是我還是一樣啊 我還是在做我一樣的事情 也許要是一個下一個十年 或再十五年二十年 十年前陳柏林出過一本書 十年之後在連鎖書店想買 全台庫存就剩這一本了 在倉庫裡頭躺了快十年 堆積了飯房的印記 十年後才又被人給買走了 其實我覺得他在 他在外地那些年啊 他吃了很多苦耶 對 他真的吃了很多苦 因為都是一個人在異地生活 OK啦 我覺得 我也不是在做無聊的事情 對 也是在做 我自己決定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種辛苦跟 或者是你說的寂寞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要 自己去承擔跟消耗 對啦 對啦 我覺得其實還好啦 還好啦 再聊這種東西 就太像女生了 對 再看看這些泛黃的印記 每一道都很深刻 人生的閱歷就是這樣子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在未來的某年某月 答案即將揭曉 他這十年就是一直不斷地 在除非他自己的能力嘛 去豐富他自己的內涵 那我覺得那些東西都有助於 提升他表演的層次 你不是很想知道答案嗎 什麼答案啊 我心想著不得了 其實這十五年來 不要說 不要讓我失去我最重要的朋友好不好 因為其實你去對照他第一部戲跟他現在這部戲 其實我覺得第一部戲的內心其實不多的 可是這一部偶像劇的那一集 就好了 我嚇死了 我這幾天一直在想著 等你回來我就要告訴你 我當然是選你美好 你是不是 當然 對 我當然可以說她她挑對的角色 可是我也可以說因為她的表演 讓這個角色整個鮮活了起來 她能夠做到現在這樣子 就是她這十年慢慢去累積的 其實很多東西並不是說也是東西來 然後我才把它做好 而是你在平常日常生活中就有所累積了 而在對的時間 你所累積的東西 她自然而然的就會派上用場